上海地铁的管理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 所以在最近又新增加一个管理措施 使用电子设备时禁止外放声音 这样的现象我遇到过 在地铁上确实有人用外放免提 这样把音乐也好通话也好都放出来 很多人都习惯用外放 手机都是横着听的 这样举着手机把下部顶在自己耳朵边上听 所以这个动作也很奇葩的 你在别的地方这样做没问题 但是在地铁毕竟大家挤在一个空间里面 确实是比较难受的 尤其最近有很多杀雕的视频 就是在地铁车厢里面开一些黄色的段子 说一些黄玩笑 让周围的旅乘客都感觉到非常的不舒适 这还只是说听你一方的说话 如果把整个你们的对白都放出来的话 那简直是让大家就很无法忍受了 所以在地铁里面不文明的现象是非常之多 现在能进一条进一条 至少大家知道在地铁里面不能喧哗 不能吃东西 不能用这个手机的外放 也不要带着这个立体声 四喇叭录音机到这个地铁里面串荡 但是这个确实有时候 也觉得这个也是一些 现在很不太人性化的做法 因为我在法国巴黎乘地铁的时候 就有人吹着那种圆号 就进了这个地铁车厢 而且在地铁车厢里面吹号 但是你感受到的是一种热闹 是一种开心快乐 但是现在可能大家都不太乐意 听别人的声音 所以打扰别人是不好的 那在地铁里面还是安安静静的 低头看自己的手机比较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